法定人數不足 法定人數不足 制定反農面法的決定 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 但以今天的情況來說 是一個必須的決定 我想重申四點 我想強調這個規例的目的是停止暴力、恢復秩序 我相信這也是今天廣大香港市民的共同盼望 第三點我想說 規例打擊的對象是使用暴力的人士 我們明白可能有其他人士有合理的需要 要蒙面或戴口罩 所以規例裏面是有豁免的條款 有合理辯解的條款 來照顧其他人士的需要 所以我們認為這條規例已經取得一個適當的平衡 最後一點我想說 這是一個規例 regulation 所以它性質屬於一條附屬的法例 subsidary legislation 另一個做法 它是屬於先定立後審議的附屬法例 所以一如我們其他的立法程序 在立法會復會之後 也就是今年的10月16日 特區政府將會將這個規例 提交給立法會審議 最後我希望我們今天的工作 得到廣大市民的理解和支持 也都在這裏呼籲廣大的市民 必須一同向暴力說不 大家努力希望將香港回復回一個正常的香港 一個大家可以安居的香港 更多精彩 近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